好,接著我們要來介紹照片的處理 像我們開頭就是一張照片,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狀況 那這個之後,如果你通常我們照片會在外面使用其他軟體先處理好 那如果你是要使用它內建的東西也可以,那你可以快速點兩下 那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式就會出來了 那它預設的樣式是這個Can-Burns這個樣式 那Can-Burns這個樣式是怎樣呢,我們來看一下 它就是會有那種放大的效果 我們先把後面這個一些不需要的先刪掉 如果要刪掉一個媒體的話,只要按右鍵然後把它刪掉就好 那我們音樂先把它刪掉,專心先做一下照片的編輯 好,我們先留兩張就好了 那通常我們選擇這個讓它進入選舉狀態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仙女棒,它在自動改進品質點一下 這邊變淡藍色表示作用中 那因為這個彩色平衡跟色彩校正 通常就是我們在外面會先做 那這個剪輯樣式就是所謂的你點兩下也可以 那如果你點預設是Can-Burns 那如果是符合大小的話,它旁邊就會有黑邊 我們來看一下 它旁邊就是有黑邊 那它不會有任何的移動 那也可以就是利用裁切的方式 比如說我先把範圍往下拖曳一下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播放一下 它就會把它裁切到那個合適的地方 那我先把這個後面這一張先刪掉了 那這樣的話你會看到它這個是在跑 但是它沒有任何的效果出現 因為你的樣式這邊是裁切的填充嘛 就是只有裁切填充 那所以通常會使用這個Can-Burns這個 那這個就會讓你 它有一定的類似動畫效果 那它會有一個開始和結束 那開始就是說你一開始的位置是放多大 那結束是多大 那一樣可以用拖曳的方式去調整它的位置 而且可以去調整它的大小 好,比如說好,那開始是比較大的 那表示它會有大說到小 那小的時候我們看一下狀態這樣子 好,那我們假設是要這樣子 那我們來播放看看 那移過來 好,那我們看一下效果是怎樣 它就會類似往前面拉近 好,那這個穩定效果 那它會有什麼操作消除噪音 什麼速度 這幾個都沒有 因為照片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聲音沒有穩定的問題 那它會有 我們剪輯的濾鏡 那濾鏡因為它沒有聲音效果 但是它有這個濾鏡 那其實這個也是可以用外面軟體做 它是會有一些不同的東西 是可以讓你看的 比如說你就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黑白的狀態是怎樣 那假設不要的話 那比如說我們是要用西部風琴好了 浪漫 好,我們用浪漫好了 那就選下去 等一下,點回來 它的濾鏡效果就會變成浪漫 那當然有時候這個濾鏡效果是比較不明顯的 但是我們就是來看一看 那我們先在做一個地方之後 再來看它的播放效果 然後浪漫完之後 為什麼會動 會動就是你沒有在選舉狀態 等一下浪漫 好,那你看西部風琴它就會變化比較大一點 那浪漫就比較沒有那個 好,那點兩下選舉之後 進入這個狀態之後 我們先來點一個這個I的地方 片段資訊 那片段資訊這邊有個持續時間 我們先把它調大一點 試試看 比如說 E10 那你看一下 這個我們按Enter下去之後 這塊會變大 它時間就會變長 變成10秒 當然你也可以用 左右拖曳的方式來調整它的時間 比如說 按著拖曳不放 你就可以調整它的秒數 這樣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用這個I這個來調整的話 會比較精確 比如說我們要5秒 那它就會很精確的跳到5秒地方 好,那我們整個來看一下 把它過來 好,那我們來播放一下看看 好,那它這樣就會播放5秒的照片 好,那當然我們要其他照片要進來的時候 一樣就是把它拖進來 好,那它就可以照片 好,當然我們看一下這個它的 這個KBand 我們點兩下 在這個圖片點兩下 所以你看它這個剛好跟開始是比較小 然後變結束變比較大 所以它會往外放 那它iMovie的話 它會自動去做這一些預設的方式 所以其實也不太需要調整 那通常我不太會去調它的一些特殊項 頂多比較調的就是這個長度 會有時候會調一下 好,那這個是照片的部分 那我們在照片的部分 媒體跟媒體之間是可以做一些過場的特效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過場特效 好,那這邊有很多特效可以去做 那我們先隨便選一個 那往下拖曳一下 那在這兩個中間放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狀態會是怎樣 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會去做一個轉的動作 轉的動作 那這個特效 就是 你可以換不同的特效 比如說我換一個特效 好,那播放 等一下 聽一下 這個 要注意它播放的位置 所以就是 要讓它回去一下 然後再播放看看 它就會有一個特效 它就會有一個特效 依照不同的特效 那這個特效的秒數 可不可以變長 我們來看一下 嗯 一樣點這個特效 讓它變選取狀態 那I可不可以點呢 好像是不能點 好,那好像是不能 然後 秒數 我們看一下 可不可以拖曳的方式 好像也不能點 所以它就是 iMovie的特效的效果 就是固定是1秒 至少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好,那這就是 照片和媒體之間 過場特效的方式